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为一座隧道和下川通道众多的城市 厦门隧道整体系统的防洪排落有自己的特点 在这两年的暴雨天气里 我市的成功大道隧道群 增山隧道等多路段都出现过 塌方 泥石流冲毁道路的情况 多个下川通道也遭受过灭顶之灾 就在前一段时间 无村隧道洞口路段再次出现了塌陷 这样市民对隧道的防洪排落颇感担忧 那么目前五市隧道和下川通道的防洪排落能力 有没有得到提升呢 一些搏入路段的排水设施 是否完成了升级改造 最近一段时间来的连续降雨 让厦门市公路局 桥岁管理中心隧道科科长高明林 始终处在精神紧绷的状态 随时准备应对隧道内外出现的各种险情 上个月由于持续降雨 无村隧道洞口出现山体滑坡 当时的塌方达到一百立方米 阻断了一个车道的通行 对于这一塌方路段的紧急处置 是高明林这一个月来的工作重点 由于对山体的加固施工还没有开始 滑坡塌方处的大石块 只能简单地处理堆放 这还是让高明林多少有些担心 面对接下去几天还会出现的持续降雨 高明林和他的同事 对滑坡路段进行的重点监护 对靠坡面的这个车道有进行一个封闭 然后另外有速度的一个车道 能保证这个方向的车辆的正常通行 第二就是我们当时也对这个 车道上面的这些石头啊 还有一些树枝进行一个清理 第三我们是有通过那个隧道的一个监控 会对这个坡面进行24小时的一个实时监控 另外我们还有安排那个隧道的管理人员 是一个小时会出来记录一次24小时的一个直守 目前我们请那个地看院的那个专家有看过 那目前应该是较为稳定 那我们因为实时有来观测 一有情况我们会及时处理 高明林说 对这一滑坡路段采取实时监控 毕竟是应急措施 尽快加固维护 才是保障无存隧道洞口通行安全的根本 目前相关设计单位 已经拿出了初步的加固方案 这几天正在进行专家论证 初步的设计方案是这么做的 到时候我们会沿着这个坡甲 进行新建一个两米高的那个挡墙 那并对这个坡面进行一个防护 那防护的测试是采用那个安装 钢筋毛杆加钢筋挂网 以及喷射混凝土的方式 进行一个坡面的加固 那最后还要在坡面上种植一些立化 在目前无存隧道洞口这一滑坡路段 仅进行应急处理的情况下 公路部门提醒经过这一路段的车辆 一定要按照交通指示标志 谨慎驾驶 除了应对隧道洞口 类似的滑坡塌方险情之外 在汛西 高明林所在的隧道科 还有一个工作重点 那就是保障隧道内的防洪牌漏 让小高颇感欣慰的是 在今年汛西到来之前 我是公路部门管养的 所有隧道下川通道 已经完成了排水系统的升级改造 曾在两年前的台风天气里遭遇泥石流封路 导致排水系统瘫痪的增山隧道 就是其中之一 经过施工改造 增山隧道洞口上放的水库完成了加固 隧道洞口下游也已新增一道 328米长的盖板函和37米长的雨水管 提升了隧道口下游及周边的防洪排水能力 除了增山隧道 白城隧道 会展酒店前下川通道等 这些曾经在暴雨天气里遭受雨水倒灌 甚至墨顶的隧道和下川通道 也全部完成了排水系统的升级改造 排水洞房的设施都已经提升到隧道洞外 包括电源的改造 还有车的备用发电基础 从设施上另外在洞外做了比较多的排水排红设施 防止外围的水系流到隧道第一发地段 这些升级确实能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将来把很多的隐患消除掉了 两年前雨水倒灌进入了白城隧道时 江济勋和抢险队员们在一线工作了几个昼夜 熬红了双眼 才把倒灌进隧道里的雨水抽干 而今年应对提早出现的持续降雨 保障隧道和下川通道的防洪排劳 江济勋胸有成竹 他说在隧道和下川通道内部的公配电系统外移 外围节排水系统升级 以及水位标尺和滚动情报等 智能监控系统到位之后 公路部门对隧道和下川通道的防洪排劳监控 更加心中有数 当然江济勋还是不敢大意 其实我比较当心的是短时 瞬间的非常大的强调雨 市政的排水排红 他可能排不出去来不及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又回流到我们隧道 或者排水队或者低处 这时候哪怕我们是不是玩好 供电正常 他因为他实际能力排水能力就只有那么大 他可能瞬间排不出去 的确隧道下川通道的防洪排劳是一个系统工程 对于这个系统的一些历史欠障 需要多个单位的共同治理 在持续的降雨天气里 对隧道外围市政排水管网的及时清淤 确保排红管道畅通也是保障隧道下川通道安全的关键 而除了排水系统升级之外 应对汛期可能出现的各种险情 我是公路部门的隧道抢修应急处理能力 又达到了怎样的一个水平呢 市公路局侨税管理中心抢险科科长李再新 最近也一直处在24小时的待命状态 连续的降雨使我是多处隧道下川通道 还是会出现一些险情 4月10号清晨 在那个环岛路会转下川这个通道 因为高压线路故障导致那个停电 那我们就是有及时开出了我们这个应急电源车进行发电 然后保障这个泵房的一个那个临时供电 停电就是我们的抽水的这个泵房 水泵它不能工作 那水就会一直往上满起来 那如果没有及时抽水了 就会出现道路积水这种情况 李再新说 他所在的隧道抢险科一共有45名抢险队员 平时这些人员分布在监控中心路面巡查 以及隧道洞口执勤等工作岗位上 他们是隧道和下川通道最直接的管理者 这样的人员配置能够应对 我是岛内外隧道和下川通道一般的应急抢险 在道路交通正常的情况下 抢险人员会在接到命令后的30分钟内赶到抢险地点 一旦有出现选情 他们现场的这个负责人 可以一个是可以直接通知到这个抢险设备的管理人 比如说通知到我 或者是第二个是通过我们四公路级有个路网中心 96300它可以统一调度 那最后也会通知到我这边 我跟我们中心领导报告以后呢 就是直接就安排抢险人员出动 去年也来公路桥水中心引进了龙溪水排水车 管道疏通车防撞缓冲车等先进的抢险设备 对这些设备的保养测试每周都会进行 但是作为抢险科科长 李在新最担心的就是在险情出现的时候 这些抢险设备不能及时到位 因为岛内的我们现在没有一个统一的停放场地 基本上也是分散在我们的公路局的各个的 养护班站或者管理店这些管理所在这边 那一些大型的比如说挖贼机装载机 我们大型的道路轻乡车 这些我们现在是放在岛外的 那就是说如果岛内出现需要用到这些设备的时候 它这个相应时间就会有一些影响 规划实际方面允许的情况下 这个还应该多考虑应急抢险 跟那个职邦职手这方面的产地 设备了这个需求 没有一个统一的地方 散落在各处 见份插针只能这么做 确实没有产地 有的甚至只能露天推翻 所以这就会使得我们在抢险的过程中 时间上多少是会有一些耽误的 是 也没法很好的保障是被忘好 分吹日赛雨林老化磨损 甚至被偷被盗 在江济勋看来 隧道和下川通道周边应急场地的缺乏规划 也是城市防洪排绕系统中的欠账之一 他说这些欠账是时候该一笔一笔还清楚了 大家各司其职把本质工作做好 我觉得是最重要 多想一想怎么样 多想一想为老百姓的人民财产 人民的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考虑 总会有一些更好的办法 随着城市的发展 隧道下川通道越来越多 在暴雨天气里 隧道洞口路段出现塌方 隧道内出现雨水倒灌等险情 这几年在我市的汛期里并不少见 在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同时 也给市民的出行和安全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隧道洞口路段出现塌方 有地质结构的问题 也有人为破坏 以及早期规划设计的问题 因此我们在现有条件下 对隧道洞口结构的加固改造 就需要严密的论证和精心的施工 并且严禁在隧道洞口 进行采石取土等破坏山体的作业 与此同时提升隧道和下川通道的防洪排落能力 确保隧道和下川通道周边整体排水广网畅通 完善隧道和下川通道抢险应急预案 这些都是保障隧道和下川通道安全的重要措施 需要相关单位尽职尽责通力协作 好 感谢收看 本期十分关注 我们下期再会